今天開始有雨了 而且全台灣有雨 兩個系統影響 北邊的封面 南邊的西南風 其實就在台灣附近交會了 所以全台灣受到兩個不一樣的勢力的影響 當然這樣的天氣就容易有雨 那現在來看的話 這樣不穩定的環境會持續 禮拜三禮拜四禮拜五這幾天 一直吹西南風 實際上有一些東北風下來所以相對的 涼涼的當然南北溫差 北部跟東半部比較涼 中南部相對的是比較溫暖 會持續一陣子 那禮拜六的時候封面 整個會往北台西南風也持續的往北 影響所以目前來看的話禮拜六禮拜天會好一點點 但是一樣還是有些午後震雨會發生 因為這個時候西南風是比較潮濕悶熱的 那未來來看的話這太平洋高壓有機會慢慢的要升過來 所以現在來看的話下禮拜有一點像是封面的尾巴 然後開始慢慢要告一段落 可能要到端午過後 整個太平洋高壓整個接手過後 整個天氣就會翻盤轉變了 所以請大家注意這樣的一個變化 大致上 台灣各地在這兩三天都是容易有雨的變化很大的天氣 請大家要有心理準備 出門一定要帶上雨具 不過這次來看的話雨勢大概就是屬於這種 大雨等級的水準 就參考用 但是到了禮拜五禮拜六 尤其禮拜六會緩了很多 所以這兩三天請大家多注意外出都很容易下雨 但是也不是整天都下雨 就是英時多雲 偶有局部較大雨勢 大概就是到大雨等級 還不到豪雨等級的水準 那這幾天呢 北部跟東外部一樣都涼涼的 22到267度 256度 然後 禮拜六禮拜天到下禮拜一就整個就一下子 北部就回到30度左右的溫度了 有一點悶熱的感覺 中部也是如此 大概到了禮拜天禮拜一就回到31度了 這幾天是有一點降溫一點點 有下雨 那 南部來說的話也是有點降溫 但是到了周末 也會顯著的回溫 所以請大家稍微留意一下 等於周末呢 轉換成這種午後熱對流為主的天氣 比較多晴朗的天氣 那這幾天呢 真的洗在衣 怎麼洗都不會乾 請大家要有心理準備了 早晚都容易有些雨勢 今天晚上到明天的清晨都是容易會下雨的 請大家外出的時候務必要帶上雨具 我們給大家很建議喔 美雨封面還有西南季風兩個系統影響 各地有雨不穩定 持續會到禮拜五 而且會潮濕偏涼 週末呢整個環境改變 會慢慢的 這個轉偏悶熱 然後到下禮拜會有一個轉換期 再等於是端午過後 可能真的夏天就來了 今年美雨季的封面就告一段落了 這是目前的預測 請大家隨時留意 我們來看詳細天氣數據 我們來看詳細天氣數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您也遇过以下状况吗? 除大太阳的好天气,准备看场期待已久的演唱会 表演还没开始,雨丝却开始飘下 甚至还变成胖脱的大雨 其实您可以避免这种状况发生 科智化天气预报 拥有气象预报证照的专业分析师 小致一路段、移动房的预报范围 温度、湿度、风向、风速都不缺的资讯 提前决定预备或是延期、减少损失 您也曾为阴晴不定的天气所困扰吗? 快来找我们 办活动的最佳选择 科智化天气预报